怎么说呢 我们当今时代的信息发展太快了 信息发展太快了 网络也发展太快了 导致很多人的大脑已经不堪负重了 你又没有发现当今时代很多人 甚至小孩的注意力 专注力已经变得越来越差了 小孩的专注力和小孩的注意力变得越来越差了 更别说很多成年人了 成年人的专注力和注意力变得越来越差了 因为很多人的大脑已经不堪负重了 为什么 因为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些一样 每些的信息会比过去几千年都多 你又没有发现我们电子产品网络发 打这么快的过程中 每一天要处理的信息是成千少外的 比过去所有的书加起来都多 一千的量比过去所有的书加起来都多 所以我们大部分人的大脑已经不开复住了 我们大脑是一个处理器 我们很多时候人的什么 人的内存是有限的 人的内存是有限的 人的处理 大脑这个处理器 他的运行也是有限的 有极限的 所以在当今什么信息越来越什么 发达的境界 每天什么 收到成千少外的这样的信息 很多人大脑已经不堪负重了 未来 未来我们这代人 未来我们这代人 很多人可能 会什么得脑病 脑方面的 脑部方面的疾病会越来越多 就是我们80后和90后这两批人 80后和90后这两批人 或者是85后 越来越多的人 老年以后 百分之百会得 脑部的疾病 越来越多的人会脑部的疾病 越来越频发 因为什么 因为年轻的时候 过度用脑 因为年轻的时候 过度用脑 导致很多人 什么 脑部退化 这是必然的 这不用 这真的 这个东西真的不用什么 不用去 说是还要业症 再过几十年 你就会 懂的 人的大脑 很多人的大脑 已经不堪负重了 太快了 每天我们接收的信息 是成千少半的 我们的大脑 这个优筛处理器 或者UP处理器 处理不过来了 我们这个大脑的 这个处理器 我们大脑就是一个处理器 对吗 我们大脑就是一个 信息的处理器 处理不过来了 未来必然会退化的 甚至有些人的大脑 就是储疏不下任何东西 就是每天 每天被这样的大量的信息 是什么 强行的灌付大脑 然后又被压出去 挤出去 挤出去 这样 来回 反复 所以越来越多的人 没有专注力了 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力 越来越不集中了 就像现在的小孩 现在的小孩真的 干什么事都是三分钟热度 三分钟热度 甚至三分钟都说多了 就是干什么东西都没有耐心 你会发现现在的小孩 干什么东西都没有耐心 干的干的就是什么 急躁 狂躁 甚至有些人狂躁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对吧 因为是 因为大部分人是因为 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的原因 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的原因 对吧 所以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 真的没有什么大的好处 没有什么大的好处 对吧 我们一是丧失了自己的专注力 丧失了自己什么的独立的能力 第二点是什么 丧失了自己无聊的能力 什么叫无聊的能力 就是什么 你无所事事的时候的创造力 我们很多人 丧失了什么 无所事事的时候的创造力 我当我们无聊的时候 很多人什么 很多人什么 就像我们过去了 无聊的时候就是无聊 无聊的时候 大家 大家一起 找乐子 大家一起找乐子 然后小点 小点一起玩的事 知道我们小时候 什么 没有电子产品 我们在村子里边 有电子产品 但是什么 买不起 我小 就像我小时候 可想有 最想有的是什么 是一个游戏机 对不对 有游戏机 但是我 得到我什么 找这么大 我也没有 拥有一个自己的游戏机 对不对 小时候想要 极度想要拥有 但是什么 没有 得到找大以后 也对那一块东西 不感兴趣了 对那一块东西 也不感兴趣了 对吧 你会发现 人就是这样 小时候 小时候买足不了的东西 等到找大以后 什么 你就 已经买足不了了 甚至有些东西 已经 什么 上市的小时候 那种好奇和什么 乐趣 人就是这样 对吧 所以我们太多人 潮时间的 因为潮时间 使用电子产品 很多人 上市了 无聊的能力 无聊的能力 就是独处的能力 独处的时候 什么事都不干 放空自己的大脑 放空自己的大脑 人有时候 你会发现 无聊的时候 人才会有创造力 人无聊的时候 才会有创造力 对吧 我们当代人 很多人 什么 特别害怕 特别害怕 感到无聊 甚至一些人 什么 时刻都要找点 找点新鲜事 对不对 我们有些人 什么 甚至 甚至看别人的东西 什么 连玩玩整整看别人的东西 的时间 都 不具备 有些人 什么 就像我 我遇到的一些人 什么 喜欢看 别人三分钟 五分钟 就解说一部电影 喜欢看别人 三分钟 五分钟 就解 解说一部电影 对不对 如果说你真的去 想感兴趣的话 看 他解说只是什么 就像 就像什么 我们过去的那个记录 广告一样 就像我们过去 曾经什么 想要拍电影 想要什么 推广一个电影的 一个什么 广告 或者是一个什么 一个花絮 对不对 一个花絮 然后你去 如果你觉得这部电影 挺好的 去宁愿花 整什么 花长时间去 玩玩整整看一部 玩玩整整去看一部电影 对吗 所以当今时代 越来越多的人 什么 丧失了自己的专注力 丧失了自己的什么 好奇心 甚至很多人 丧失了自己 独立思考的能力 更多人是不愿意 独立思考 因为我们每天 要面对海量的信息 越来越多的人 渴求通过这种信息 来带来 什么 刺激 给自己大脑 带来刺激 甚至给自己 带来新鲜感 这就像一些什么 成瘾 成瘾者 渴求毒品一样 带来的什么 暂时快感一样 而我们忽略了 谢时钟 谢时钟的什么 真正正正的什么 人 忽略了什么 我们的配偶 忽略了我们的爸妈 忽略了我们的同学 忽略了我们同事 甚至忽略了我们的孩子 懂吗 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丧失了什么 感情 丧失了什么 感情处理的能力 很多人丧失了感情处理的能力 懂吗 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很可怕的一件事 我们人你会发现 当今时代 越来越多的人 越来越像机器了 我们当今时代 越来越多的人 越来越像机器了 人工智能 越来越像人 越来越跟人工智能接近了 人工智能 越来越跟人接近了 人越来越跟人工智能接近了 缺乏了想效力 缺乏了创造力 缺乏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缺乏了什么 无聊的时候 放空自己大脑的能力 当自己无聊的时候 非要找个事干 是不是 你会发现大部分人在刷 刷一些食品 去刷 是不是 刷短食品 这是特别可怕的一件事 要引起很多人的警惕